國今痛失八位金銀 因為昨天我們國今的天竹星期發生了意外 所以我們今天小警察的禮物團隊在座裡面 真的是非常心痛 倍感萬分的懷疑 那在此我們現在就默哀痛分鐘 我們看到昨天整個畫面 除了感到非常被動之外 我們原本幾個團隊的選舉活動全部取消 甚至在明天的一場環節晚會 我們也取消這個活動 那因為今天是國今初孫 所以倍感遵守 那昨天我們也看到一位非常好的將軍 那真的是臨危不亂 也表現出了我們國今信念有數 我們的金人的這個風 在整個我們曹靖領將軍的身上能夠呈現 那真的是臨危不亂 還在現場指揮我們所有救難團隊 他的內容 讓我們這個商者能近視的 把他送到不管是單價還是救護車 能夠進行救護的工作 都會讓我們肅然起敬 那對於我們今天國今奉書殷懲 奉書降財除了感到悲痛之外 也希望我們國人能夠自己起教訓 將我們這一次 能夠做一番的徹底 從防我們入後的一些不必要的損失 我們境檢活動 因為國今已經降了半分之三天 所以我們的境檢活動 還是在分國今降半期的後天開始才能啟動 因為我們昨天 今天 明天都是啟銷活動 分得國今降半期表示愛好這個行動的一集 對於我們國今的這個信念 我們在宿主上一定要做一個 進一步的提升之外 對我們的裝備 也一定要來做一個 比較完善的防護 以及維護的措施 因為有一些我們國今的裝備 譬如說很多的戰車 以及車不管是飛機 船隻 那固定的這個檢查之外呢 更要把金屬檢查的這個意義 做得比較好的一個措施 也不會是交通的 但充分不想的 選擇 一定是逛行的 但是這 challengers 那些重量 對我們都會一起 感谢观看